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人生哲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人生哲学的教学节目 我们今天所要讲授的是第二个单元 当代思潮与危机 这单元我们打算分做三个项目 跟同学们来做主义的介绍 第一个项目是科学崇拜之危机 第二个项目是人本思想与危机 第三个项目是功利主义之危机 那么我们接着就逐一的跟同学们来做介绍 首先要讲的是科学崇拜之危机 那么科学的文明发达已经数百年 那么它们危机也是四起 那我们以下跟同学们来列出科学崇拜所造成危机 有我们列出三个一个指项目 第一个是我们给同学们建议讲了说 科学崇拜生态受到破坏 一个是科学崇拜造成文化的倒灾 第三个话科学崇拜造成做人的失败 那是三个一个方向跟同学们主义来做介绍 首先来谈到这个科学崇拜造成生态的一个破坏 我们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现在的科学文明固然提供给人类很多生活的便利 但是对整个生态也造成很多的杀鸡 所以我们讲说生活便利杀鸡乍棋 那么有关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愿意提供给同学们一个小故事 小掌故来个大启示 同学们来贡勉之 那么我们提到这个情节的话 就是说我们讲的除草勿尽 百病重生 那么因为我老家在乡下 那我们乡下的很多这些农民陆续续就是很多年来 就是得到肝硬化来过世 年纪很轻就过世了 那么我们检讨起来结果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农药用太多 就是说原来是要把草除掉 然后让人类可以食用的一些蔬果 长得更好 提供人类更多的营养 更多的健康 没想到你在除草要误尽的时候的话 你的病已经重生了 最结果很多人就相继很年轻来过世 那么我们同样道理 就是说在掌故里面的话 因为什么我们尤其说 一方面是田里面要把很多杂草除掉 一方面连路边 我们也看到说很多马路边上 一些杂草也用杂草剂 把它杀死掉 结果我可以记得说 我在小时候的话 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和祖父母的话 他不管生什么病 他路边随便走一圈 回家路上摘药草就可以把病治好了 现在药草通通死光光 为什么 因为你要除杂草药草一并死掉了 所以讲说农药杀人 而且草药也都媚绝 我想这个来讲 就是说杀鸡乍起 这个不是一个好现象 所以跟同学们来做共勉治 除了刚刚所讲的这个植物生态之外的话 有关这个土地的开发也是一样 因为现在的科学发达 就机器文明的话 方便这个土地的开发 我们发现 尤其有关山地的这个乡镇 为了拓展观光事业 这个道路就尽量拓展得更宽 更避植 也造成很多的土石流的危害 整个社会 同学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讲山区的 一旦洪水泛滥的时候的话 土石流严重 跟科学的发展 是完全是属于 正比的相关性 我想同学们可以对这个事情 就是共勉治 就是说科学崇拜对生态破坏 的确是不可取的地方 接着的话 我们来跟同学介绍 第二个一个小小的标题 就是科学崇拜 造成文化的一个倒栽的现象 因为我们现在对科学的研究 非常之敬仰 所以我们讲说 就是造成什么 唯物有余 精神凋敝的一个现象 怎么说呢 就我们打比方讲 就说我们现在来讲话 尤其是大学院校 或是一般的研究机构 或社会的一些很多的 大的一个机构的话 就是非常推崇这个科学研究 而且重视研究人员的一个地位 身份跟他的研究成果 但是非常卑视劳动阶级的实作 但我们可以这么说 有很多非常重大的研究的一个成果 一旦要落实的话 一定以劳动阶级来实践 那劳动阶级一旦在实践上 他不是很讲求一个品质 或是他被尊重的话 可能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一个损失 那我现在来举出一个例子 就是同学可以用影片来了解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社会上的话 我们可以说 整个国家的总预算里面的话 和几乎很大的部分的支出 都在劳动阶级实际上 在操作上来做社会的 一个营建的一个支出 当我发现经常在劳动阶级 因为他不是被憋视的 他就是被瞧不起的 他身份地位 所以很多劳动阶级 就他们本身在职业上 就没有尊严尊贵的感觉 所以他们就宁可偷工减料 然后多赚钱来培养子女 美丽自己子女的话 用这些钱的话 能够早点多读书 成为一个研究工作者 成为一个脱离劳动阶级的身份 但这样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变成说我劳动阶级 我就偷工减料 赚了钱 然后以后子女变成白典阶级 但这些做研究的话 再给成果再给劳动阶级 再去做通工减料 变成恶性的循环 我相信这不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我们同学也可以 就这件事情 来慎重来在思维 在思考 接着跟同学们来介绍 第三个小小标题 就是科学同败 做人失败 我们现在社会的话 可以说 这个对科学非常景仰 但做人方面 不加以强调情况 比比皆是 我们现在就给同学 来提供一段 小掌控大启示 我们这个小故事的话 叫做知事无批 处事不济 这个是我本身 以前经历过一段小故事 记得以前有一年 在某个单位学校 在服务的时候 那么我就负责同学们 这个考试请假业务 结果有同学一天来找我 说我生病了要请假 我自己有这样证明 我说好 那我就让你准假 结果他接着说 不过我这证明是假的 我是学校优势 那个蒙古大夫 我跟他讲我不舒服 我考试没考到试 但是能不能给我 开一个不舒服的证明 一个身份证明 我要去请假去 结果那大夫 也没有检查我身体 有没有生病 就开个证明了 所以我证明是假的 我说既然这么假的话 当然就不准假了 不可以 不准假了 结果他反过来 就对着我 鼻子就讲了 他说你这个人真是的 不守法 为什么不守法 他说我是神经病 嘴巴讲的不算数 你应该看我这张的 书面证明我有病 就要准我假 怎么可以用我讲的话算数 你这个怎么没有法学素养 结果我说 这位同学你到底 你到底讲不讲理 他说我是法学的学生 我不讲理 我讲法 当然后面还有 我最后结果 我以法来跟他论断 他是没 连法站不住脚 结果我跟他讲了 我说我跟你讲 今天来讲的话 同学们如果你今天 我就拿出法条 来跟同学们讲 这个同学讲 就说如果说你生病的话 简据证明才能够来请假 但是这证明是不是达到不能考试的话 要加以什么 要加以来验证 我说你今天来讲的话 今天不是验证了 但最后结果 这个事情太 故事太冗长 我不把它做完成的叙述 就跟同学们讲 就说一个学生到了学校来 在法学院念书的话 他竟然是不讲理 讲法 这个法就变成 变成不讲理的法 我相信这种变成 为了一个追求法理科学的一种崇拜 而对作人上完全失败的一个典故 同学们我相信可以互相来共勉制 接着跟同学们来进入 第二个大的一个标题 就是人本思想与危机 那么这个人本思想与危机的话 我们就分做三个小标题 跟同学们来做叙述 那么这个三个标题的话 是有先后的一个发展的关系 一个是拥抱科学 再来什么呢 是抛弃信仰 接着的话 就是什么呢 承担焦虑 就是说我们这个 我们刚前面不是第一个大标题 是说一个科学崇拜吗 科学崇拜之后的话 我们讲说就是所谓 继承上面那个标题 说我们现在的人的话 是高度的拥抱科学 但拥抱科学结果的话 就变成什么呢 会造成一个什么 因为科学太迷人之后 就变成会抛弃信仰 那信仰抛弃结果的话 就人本身要承担 你抛弃信仰之后 引起的焦虑 那么当然这边来讲就是说 因为我们科学拥有了 信仰抛弃了 你人就变成你的一个 人就变成人世间 唯一的本位是所在 那就是人本事项 而它会造成一个危机 那么我们这个小标 小单元就要讲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首先回来 回到拥抱科学的这个项目 因为拥抱科学 为什么会拥抱它呢 因为同学们知道说 现在这几百年来 因为科学被认定是万能 科学万能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拥抱它 所以科学万能的话 我们讲说 同学如果你不舒服的话 我们可以来观察 现在的科学研究的话 可以说环宇之内 几乎了无隐私 那说为什么整个宇宙之内 大致太空科学研究 小致这个人的细胞研究的话 都整个没有任何隐瞒 通通都可以解密了 那么什么人让它解密呢 人令自知 就是人的能力 让它造成这种结果 那既然能够环宇之内 以前上帝都不上帝知道我们不知道事情 现在人都可以知道上帝所能知道事情的话 当然人很伟大 为什么伟大呢 因为科学让我们能够这么做 所以我们当然是拥抱科学 那我们来讲话 科学本身它不管从科学的聚观 或科学围观 从大的方向找眼 或从小的方向找眼 都能够达到相当相当的精深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在讲科学聚观来讲话 我们来看 就是说太空的一个探索 现在我们讲说人类登陆月球 还有什么火星的登陆 那么这个还包括整个大气物理的研究的话 我们可以说飞行器 太空船 火箭可以飞行到很遥远很遥远 几多少年以后的飞行的范围之外 能够探索 然后最近我们讲最近来讲话 就是说有关这个火星的研究 有更上一层楼 这个来讲话就是相当了不起成就 就是科学聚观 至于科学围观的话 我们讲对这个什么基因工程研究 人类的一个什么染色体 人类一个基因的一个非常细微的 这些结构遗传的一个秘密 通过解码 又采用这个高科技电脑 来加以这个全世界合作来做 我相信的话对人体的研究来讲 通过基因的研究的话 达到一个非常精深的地步 那这一些的话 不管科学的聚观或微观的研究的话 它的成果都造成现在人 有这个理由 去拥抱科学的这种机会 因为科学万能 那么我们因为科学万能 所以人类就发现说 以前所谓的信仰上帝 信仰佛 信仰不管神秘的各种信仰 都注明说他那是个迷信 所以就被人类所抛弃 那这个尤其在从19世纪末期开始的话 这个潮流就开始相当程度的来产生 因为什么 因为人定圣天 因为我们中国来讲是 以前是敬天为主 西方国家人也正对我们讲对上帝相当相当的崇拜 但现在既然人能够升过天 整个宇宙奥秘都被解密了以后 根本就没有上帝 所以我们讲说 我们可以这么说 上帝万能有为者亦若是 就是说上帝你能做到的 你什么都能做到 但是我们人类有所作为者的科学家 也就是先知先觉 我们不这么讲 而是说一个现在的一个有成就科学家 他有作为 应该从科学上的话也能够达到上帝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这么说 就是说有一个标题的提词 我们说上帝给我的我可以不要 上帝给我的我可以不要 你看现在我们看这个手术的美容跟变性手术 我们来看就是说现在人尤其我们讲东方像韩国或西方国家或台湾也是一样 就是说有关透过手术把一个人容貌彻底的改变 或者说这个男女阴阳的男女性别也可以加以透过手术再改变 我们讲说原来这个身为男孩生 身为女儿生 那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上帝赋予我们 我们要改变 上帝给我的容貌呢 我们现在手术改变 这个才讲就是上帝给我的我可以不要 重新来过 另外呢就是说上帝不会的我却做得到 就是以期我们为什么知道 为什么人定胜天呢 我们刚刚讲说上帝给我的我可以不要 现在我跟同学讲说上帝不会的我还比上帝还行 我还做得到 比如说我刚刚前面讲了说 有关这个基因工程研究 那个来讲话可能说研究结果 我们可以开始来做基因改造工程 我相信这个基因改造的话 最早由这个植物的基因改造来走演 现在讲话对这个动物 尤其是人体的基因改造已经开始来做了 我相信这个事情来讲 同学也有深刻的一个理解 这个来讲话就是说 上帝不会的我却做得到 所以就变成说我比上帝还行 所以当然就人类就会勇于来抛弃信仰 但是这一来就变成有个后遗症了 我们讲人类必须承担没有信仰之后的一个焦虑 承担焦虑 那承担焦虑结果就会什么呢 会不生重贺 就是说你附和不了那种焦虑 但同学后期说干嘛焦虑呢 我来跟同学 我们现在不是争辩 而说来把过去一百年来 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到现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 多少先知先觉 他们透过这个科学的研究之后 承起这种成果 然后认为说人比上帝还行之后 到底活得是否愉快 我们知道西方 我们在第一讲里面讲到一个名人尼采 尼采有一本书 就上帝之死 这本书 那这个书来讲 我们讲是很有名 为什么上帝之死呢 就是说因为什么 我们可以这么说 因为科学太先进了 所以证明没有上帝 所以他叫上帝之死 那么这本书所提供的概念 或尼采所代表的西方哲学 我们有一个学派叫存在主义 这个学派就是尼采所代表的这个学派 后来还有陆续发展的几十年 这一派认为什么 就是说已经科学证明没有上帝 也就是说中国没有东方的神一样 也没有所谓本体的概念 所以既然没有上帝 没有神 没有本体 人就什么 跟花 跟一般的动物植物一样 出生 成长 衰败 死亡 腐烂 坏乌有 这变成一个生物循环的一部分 所以人也一样 没有灵魂 也没有事后投胎 轮回都没有 好了 那么人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要如何生存 是不是还可以勇敢地活下去 勇敢活下去 那么宁一才的提倡这种是 既然没有神 而人会随着生 跟生物一样的生生妹妹 化为乌有 无中生有有中又化无 那你是不是还会这么努力的 就像说我现在年纪一大把了 我是不是还努力做事业 然后做成功 做到一个程度之后的话 我又死掉了 实在有什么都没有了 我还需不需要去努力读书用功奋斗去做这事情 他鼓励我勇敢活下去 跟花跟植物一样 这个来讲的话 这个概念就存在主意 那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未必是有见得 为什么我们同学讲 永生断媚 生命苦短 因为原来上帝的概念 或是印度饭的概念 或中国这个道的概念的话 都是什么 宇宙是永恒的 宇宙有个永生的一个宇宙 人类的生命跟永生宇宙 它是有一个什么 衔接的关系 但是现在永生透过科学研究结果 人类也跟一般动植物一样 它是何以死亡就化物有之后 你愿意不愿意 愿意不愿意这样去奋斗 就可能是吧 你会觉得说 这一生只有七十年八十年 哪怕九十年 总是生命苦短 跟永宇宙比起来太短暂了 所以一旦你有这种概念 你就会产生一个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是存在主义 有一个对应 就是变成说 我固然存在很有意义 但是我做不到 我这边的人生变得虚无了 当我们看 西方有一个跟尼采 同时代的一个伟大的画家 叫范古 范古的话 同学来看一下 他讲话 其实范古的话 也呈现存在主义一个概念 我们讲说 生命如烈焰 焚然般消散 大家看 就是范古的话里面 尤其他的画上的话 左右四周那个空气中 充满了烈焰般的一个效果 人类纹路上充满了烈焰般的效果 但是他从那个热情 范古是很热情 但他活得很悲壮 我们可以这么说 范古本身 他完全用他生命 跟他的话来诠释 尼采所说的那个存在主义 人类要勇敢地活下去 但活得相当的悲情 最后我们讲是 以这个精神不堪众贺 精神分裂也正 然后到时候 37岁就顽固了 我想这个来讲话 承担不起这个焦虑 现代人的一个普遍的现象 所以我们讲说 这人们思想 拥抱科学 抛弃信仰之后 就造成一个后遗症 那我们的人生哲学 要为这个事情 来承担一些 一个辅助的 一个协助的功能 最后我们来跟同学们 来介绍本单元 最后一个 第三个一个大的标题 功利主义之危机 那功利主义危机的话 我们也是分作三个 三个一个小标题 跟同学介绍 一个是什么 一个个人主义 一个是为利是图 一个是人情交迫 就是说因为 功利主义的话 就是说一切 为个人的一个什么 利益来招演 然后接着的话 我们讲说 就是既然为个人 来设想的话 就变成什么 为利是图 那为利是图 结果的话 我们讲人情 当然是交迫 我们首先回过头来 来谈到是 为个人主义 设想的一个 功利主义现象 那么我们讲说 现在社会的话 太讲求功利了 你看看 因为我们回到 上一个标题上 提到什么东西 我们讲说 这个人本思想 而且我们讲 人只有活这一生 既然只有活这一生 你为什么 不为个人 为这一生的一个幸福 美满来磨福利 因为你没有永生 就像我刚刚讲 印度的哲学的话 说我这一生的苦难 是还上辈子在 或是为塞辈子出去 不是的 我只有这一生 我为什么不谋功利 所以那就是功利主义就产生了 产生以后 我们讲就会 为先满足个人的一个幸福 美满跟厉害 所以那个人主义 但是个人主义就变成什么 会追求什么 为我独尊 这个本位主义 那我这个地方 那个同学提供一个 一个小掌控的一个 大的启示 大家来参考一下 那这个故事的话 就是说我们讲的 上午好长官 下午好部署 那这个故事是我听来的 就是说有一个年轻人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他的父亲 透过一位大人物 介绍 把这个小孩子 介绍到一个某公司 来当上班 当个小职员 结果呢 他去的才做了三天 就不做了 回来跟他的这个爸爸讲 说我上面 没有好长官 根本就这长官都白痴 我没办法跟他配合 好了 就不做了 那回家之后呢 这父亲又找另外一个人帮忙 又帮他找一份 就当长官 直接当这个主管的一个职务 去做三天又回来了 又不做了 他我底下通通 这些部署都白痴 根本就没办法领导 所以我不做了 所以我们称为上午好长官 下午好部署 那么为什么年轻人会有这种 这种心态或这种看法呢 因为他本身是个人主义 就是说一切呢 以自己本身的这个一个生活修养 跟自己本身的这个欲望 跟这个情绪 跟自己脾气 来作为一个核心 来看待社会上所有人 所以往上看呢 上面没有好长官 往下看呢 没有好部署 就是自己一个人之好人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个个人主义 一个基本的一种 一种心态表现 我向同学们 大家来互相砥砺 不要做这种 这种毕业 我们自己本身毕业的时候 不要做同样的道路 接着我们来跟同学讲 这唯利是图 就公立主义的危机 也造成了唯利是 试图得之见捐的一种情况 就是说为了利益之所图 道德完全不讲究 那么这个地方给同学提供两个小小故事 一个是见死不救的一个故事 那么这个是在北部某一个风景的区域 很久以前的故事 就是说那个地方的话 就是很多人到河里去游泳 但是旁边也有一些船家 他在那边划船 捕鱼 做很多船上活动 但是一旦发 不是一旦 就是说这个偶尔有发生这个什么 游客逆水情况下的话 听说这边的有些船家 他看了逆水游客 他就先不救人 而是先谈价钱 我救你上来 你应该给我多少钱 然后他才谈好了 他把他救起来 这个什么叫做见死不救 所以听说有一次 因为价格没太好 他就把这个 他就没有把这个救起来 就让他给沉掉了 这个叫见死不救的故事 另外我们提供另外一个故事 是卖菜者盐的一个故事 就说这也在发生在台湾 几年前相当被见爆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有一个菜商 有路人看到说 他怎么把很多 到下午市场收摊之后 他怎么把很多非常漂亮的菜 都丢到马路边上 水沟边上去 为什么你把菜丢掉 他说早上没卖掉菜 我把他丢掉 他说为什么你不会拿回家吃 他说农药太毒了 这个自己吃会死人 那我说那你怎么可以卖给客人 又不是我家 死了又不是我家人 这个来讲是卖菜者 我想应该农民都是最朴素 那些菜农 自己直销的青菜 竟然会变成这样子的德行 我想同学们要互相勉励 接着我们讲 就是说这个什么 我们讲第三个小的一个标题 人情焦脱事态炎凉 就说那么这个整个公立主义结果 就变成什么整个这个人情 就太贵蛋薄 我来讲一个阴谋不拔的小故事 有一次我在国外搭公车 那么发现说车子怎么到个站 他不停 他怎么停了以后他不开门 原来这个客人 他少一毛钱 就司机车长不让他下车 也没有一个人伸出眼所 后来我就给一毛钱 让这个客人下车了 就全车人就抱一个很怀疑的眼光 为什么有一个外地的人 会这么样的一个 怎么样的很奇怪的 会去赞助用一毛钱 去赞助一个 不论是一个陌生人 我从眼光中看出 什么叫一毛不拔 我实在是令人寒心 这个来讲什么呢 我们讲这公立主义的危机 的人情交迫 是在延远的一个状况 所以同学们我们讲 要以此来互相来砥砺 我们不要犯同样一种 一种不可原谅的事情 那今天的话我们讲 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标题 大家重复一下 我们讲的是 客同拜之危机 人本思想的危机 公立主义之危机 那我们来讲的话 同学们希望 看过之后的话 知道怎么做 接着我们下一个礼拜 要讲说单元的话 叫做安生之道 欢迎同学们到下礼拜 继续收看 谢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